詞曲 李宗盛 這就是永春的特點 它的用法是直接承受對方的力 通過卸力或借力去達到它的目的 要達到這樣的目的 就要長期在織手書訓練 然後才做到 其實我十幾歲的時候 我都曾經去戀愛的永春 但當時可能香港的生活太多姿多彩了 太複雜了 學了一陣子已經沒有興趣學了 可能年紀問題太小 但當我真真正正去 用心去學這個永春的時候 其實真的差不多去到我三四十歲的年紀 是比較大一點的年紀才去學 那時候的認知和體會是不同的 我相信這個各個人的經歷不同 但在我來說是好像我爸爸那樣 差不多去到三四十歲的年紀 我們才去真正去學永春 就是這樣 以牛濟江 都是會強身健體為主的 不會經常這麼緊張 練熟的手法 當他是一個敵人 是一個對手 應該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真正需要的時候能夠用得到 第二種 第二個目的就是身體健康 第三在練習期間 是很注意放鬆自己 因為長期在訓練期間 都是不斷提醒要放鬆自己 所以 第二在社會上 在日常社會上 遇到一些不如意的問題 都會放鬆自己 最好 是 有